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通过现场的一个推广来提升你的曝光 现在这种专业的这种国际展会的话呢 基本上它都会提供给你一些现场推广的一种方法或者说途径 比如说这个现场的广告啊 公告牌啊 包括展览手术广告啊 场外的广告啊等等等等 它起到一个整合营销传播的功能 可以让你这个最大限度的去宣传你自己 即使我们去参展的话呢 你这种大笔的费用都花了 如果说在适当的做一些这种配合的这种广告的话呢 应该说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补充作用 那么这种大型展会它的这种推广的方式啊也很多 分的这个分类啊也很细 那么这里呢 我根据我自己接触过的这种 这种推广的这种模式啊 我自己大概做了一下区分 大概呢 从整理上来说呢 分成两种 一种是营销型的曝光 一种是品牌型的曝光 那为什么分这两种呢 这个和我们之前讲的 你参展的目的呢 是有很大关系的 如果这个你来的目的呢 是这个 叫什么说 是这个卖产品的话 那么你的这个曝光 你要更多的选择营销型的曝光 如果你的这个 你来的目的呢 是这个打品牌 有这样的目的在里边 那么你可以再去选择这个品牌型的这个曝光 那么我们首先来细致的看一下营销型的曝光 那么营销型的曝光呢 我从这个就是推广的手段啊 这个来看的话呢 也可以再分这两种 一种呢 是你必须找主办者 就掌握主办者 他来给你提供的 一种呢 是参展上你自己 你就可以去做这个工作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主办者 他能做的内容有哪些 通常情况下呢 主办者 他提供这个这个营销型的曝光呢 他都是以厂内这样的这个形式呢 为主 你比如说你在厂外做的一些广告啊 你等到这个观众已经进入这个场馆的时候 他可能就已经遗忘掉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通过这个 厂内的这种曝光呢 你就可以唤醒他之前的一种 这个什么 这种潜意识吧 然后能够让他想起这个之前看到广告的内容 从而达到这种广告的效果 那么主办者 我们看一下他通常提供的 这种营销型的曝光手段呢 大概有这么几种 第一种呢 是展会的 会刊广告 这个应该很多参展的企业呢 都应该了解什么是展会的会刊 那么我们也可以呢 把它叫做这个 这个show guide 相当于是一个导向的一种手册 那么有的这个展会呢 它的这个会刊呢 它是免费的 那有的呢 是需要花钱去买的 根据他印的这个会刊的情况来看啊 那么这个参观的人呢 会把这个会刊呢 它作为一个参展的指南 通过这个去寻找它的这个目标的一个 这个目标的供应商 那么像这种会刊的广告里面呢 一般它都会免费的列出啊 这个参展商的这个 比如说名称呢 地址啊 电话 联系方式啊 联系人呢 包括甚至于有的可能会做一点简单的这个 呃 产品介绍 那些比如说 呃 它如果说没有到你找我前面来 那么没有看到你这个客户的话呢 它也有可能通过 就是后期通过这个 嗯 会刊呢 能够再看到你 呃 所以说呢 你在这个会刊上面去做广告啊 应该来说 我个人觉得还是一个不错的 应该说 这个投入产出啊 我感觉还是一个不错的这样一种 这个推广的类型 那么上面大概能够做广告的部分 比如说这个 嗯 明路的封面呢 封底啊 内页啊 就是那相当于这种特殊那种内页啊 这种版面的话 它都能接受这个你的广告 我感觉还是比较这个经济实惠的 特别我就是看中他 刚才说的那种就是这个很多客户会把这个呃 会看到带回去 带回去以后他可能没事他翻一翻呗 对不对 因为我们之前谈到过呃 虽然说很多买家到了掌握上面呢 他会确定大部分订单 但是你难免这个呃 很多这个采购商啊 呃 他可能也有临时的采购需求 毕竟不是每个客人他这个采购体系都那么完善 一年的计划都做那么精密 对不对 那么到时候他想找供应商的时候怎么办 他很有可能就翻出他当时这个会刊 对吧 然后去从这里面去挑选这个供应商 那么我觉得你在这个上面做广告呢 是能够做到一个持续 持续的这个曝光的一个效果 所以就这个我把它放到第一位 啊 如果你去参展 你可以到时候去咨询一下 看看这个展会的会 看的价格怎么样 是吧 看看你是不是能够能够去做 那么第二种呢 我们看到比较多的呢 就是这个产品的展示橱窗 是吧 就是如果你这个产品的适合在橱窗里面展示的话 那么你可以问问主委会 那么有没有这种相关的橱窗是可以出租的 那么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放到一些橱窗里面 是吧 当你放进去这个产品的确实要具有这种吸引力 是吧 就你曝光了以后能够引导客户啊 到你的这个掌位 掌位这个地方来 是吧 当然这个橱窗的一般来说 他都是暂时在这个人流啊 比较多 比较显眼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大门口啊 比如楼道啊 这种这个 包括大厅啊 这种人流啊 必经之处 那么你在这个橱窗上面呢 你除了展示产品以外 你肯定要把自己的掌位号码 公司名称 甚至于有时候你可能留个电话 那么你要放在上面 因为你毕竟在方面他能够来找到你嘛 对不对 我们说了营销型的曝光嘛 目的是什么 是要 把客户引导到你的掌位前面来 所以这个你是一定要放在上面的 特别是如果你的掌位啊 位置不是很好 是吧 我们之前在 讲这个选择掌位的时候 说过有的位置人流量比就是比较多 有的位置人流量比较少 那么如果你这个掌位的位置不是很好的话 那我 觉得你 你可以考虑一下 去做一下这个展示橱窗 是吧 类似这样的 包括我们路牌都可以去做 因为 这样会引导客户呢 相对把人流能够往里来引一些 ok 那么这个呢 是 展示橱窗 我们可以叫showcase 第三个呢 是这个路牌广告 路牌广告就是那个 展就是展管内呀 主要这个通道的两侧 一般都是 就竖的这种发布广告的这种 怎么说这种平面的起合版 他一般都是用这个 油彩把它绘制出来的 画面的很大 能够迅速的抓住这个观众的 观众这个什么注意力 而且他这个保存的时间的这个相对比较长 那么这个广告的话呢 关键的一点是你要做好这个 广告这个怎么说呢 文字 图片 那你要把它构置好 就是我们 后面讲这个转化率的时候 不是转化率 讲这个 接触率的时候 我们会讲到这个pop 是吧 你用pop海报 是吧 去吸引客户经理的这个 这个什么这个掌位 那么你在这里呢 做这个路牌广告呢和那个道理呢 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设计方 设计的思路啊 是一样的 到时候你这个可以去参看 我们后面讲的那一块内容 再往后面呢 是这个户外的一个广告 户外的广告 比如说包括这个 场外这种横幅啊 拱门啊 气球啊 那么这样的广告呢 我们推荐的有实力的企业呢 你可以去考虑 我感觉这种广告有 兼顾营销型 也兼顾这个品牌型的 就是这个品牌型曝光 兼顾这两者 你比如说像气球的话呢 气球 你可以在上面印上你公司的 名称呢 联系方式啊 你的掌位啊 把它放在上面就一个很好的一个曝光 最后呢 是这个有种APP APP现在应该是比较 比较流行的 未来可能也是一个主要主流的一个发展方向 是吧 那么有这个 主办者 他提供这个APP的一个下载 那么下载以后呢 这个 来来参观的人就 就可以通过这个APP 很快的能够 知道整个这个展馆的 这个 供应商的 或者这种参展商的一个情况 不需要说 用腿肺要从头走 走到尾走一遍 他才能够对这个进行一个全部的一个了解 对吧 那么这个上面你也可以做相关的一个这种 推广 是吧能够在这个上面把自己突出出来 到时候吸引他的能够到你的掌位前面来 OK那么这个呢 我们说的呢就是关于主办者他能够为你提供的一些 现场的一种推广的一些方法 对 您的 这么说也算是 您的